各位好,我是彭惠珊 港股今天全日只有半個交易日 主要來說,都是在下午時間 整個市值維持上落的局面 早段時間來說,指數是高開 並且貼近29,400水平 但始終來說,無法進一步突破 很可能市場在擔心 接下來的美國整體經濟狀況 甚至是否真的可以順順利利地通過 拜登所推出的自己的經濟措施 因為現在去看,似乎是之前推出的一些措施 都很大機會需要直接在投票上 運用一些特別的權利 去通過整個法案 似乎都是跟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邊的協調 那方面是未完全成事的 似乎都顯示著 現在來講,美股那邊的整體走勢 都是有些不覺定性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指數要再進一步向上升 似乎都需要真的帶動到一些 譬如科技類的部分來講 能夠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而如果你看回,上個星期整個市 在科技類股份做好下 這些確確已經上升到29,000 這些水平了 但是要再進一步向上 突破了可能在4月份的高位 29,405 甚至5月份的高位是29,480 還欠臨滿一腳 整個大市來講 如果成功可以突破到4、5月的高位 相信會觸發更多的資金流入 不過看回這個星期來講 在半年結的大動下 再加上在這個星期 沒有了今天的半日市 再加上星期四的七一假期 三個半交易日裡面 很可能大部分的資金 都會在這三個半交易日裡面 做完全部的交易 看回今天來講 全日的成交不算少 只有半交易日 成交額已經達到1,000億這個水平 最後那個市來講 只是輕微地跌了20點 未有一個新的方向 暫時都是看著 保利加通道頂部 還有29,400這些關口 能否成功突破先的了